我们都知道低薪跟高房价是年轻人心中最痛的所在 政府却偏偏一次捅了两个码蜂窝 抢救低薪没办法 劳动部次长李俊逸反而去怪罪年轻人 你们选择服务业才会领低薪啊 今天我们就拿出了数据跟案例 大家来看什么叫做平行时空 大家来看是谁辜负了年轻人 而赖清德谈房价 网络已经大炸锅了 李俊逸还说出了 买不起房来加益啊 网络上骂成了一片 今天我们就找了个嘉益人 世聪要来告诉我们 是嫌嘉益房价涨得不够吗 对 我必须说啦 很多政务官呢 其实好像好像不是生活在 跟我们民间一样的这个状况 好像在平行时空里面 讲话有时候呢 反而让他觉得很想要 骂出什么话一样的状况 特别是最近来说话 绿营的这个政务官呢 好像如 他可能嫌年轻人票不够多 一直不断地在惹怒年轻人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讲 劳动部的这个市长李俊逸呢 他在立法院被选的时候 他说 如果不仅年轻人买不起房 其实中高年龄也买不起房 那如果到嘉益来的话 大家都买得起 那欢迎大家到嘉益买房 那为什么他会讲嘉益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李俊逸过去的 就是嘉益市的立委嘛 他也曾经要选过 嘉益市的这个市长 那我们家跟他也还算熟 那我觉得他有时候就是 讲话有点怎么样 学者风 他讲的是没有错 问题是观感不好 那你知道因为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说 那你好像是这样 嘉益市的房价难道不够高吗 为什么 因为嘉益市这几年的房价 也是涨很多 我跟你讲 可能很多在北部工作的人 你要去嘉益市买房 可能都不太容易了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这个网友上面就有一个说 他说 他说不知道几年前了 回老家的时候 嘉益市的这个新透天处 是卖一千万 以前 但现在来说的话 你看 今年回嘉益市 附近的这个新透天开价破两千 然后大马路上的这个店 透天的话是三千五plus 一大多 哇 才短短短 短短短时间 三千五百万 那他讲的道理对不对 我跟他讲 的确是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这几年 大家约莫是这六七年以来的话 嘉益市的房价真的涨了蛮多的 那你说有没有破到两千万 我觉得是有的 所以这个他讲的是 是不是也是没有错 那为什么这样讲 现在我们必须说 这几年的嘉益市的所谓的重大建设 也增加蛮多的 特别是在嘉益县 我们嘉益县 我们与嘉益县的两个城市 一个是民雄 一个是竹崎 目前这两个厢 也都超过这个一千万左右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如果以目前为止的 嘉益县来说的话 你看嘉益县有所谓马仇厚 然后大家还知道说 有个大蒲美的工业区 甚至有非常多 还有泰保的这边附近 还有个嘉益科学园区 等等非常多建设在嘉益县市 另外一个还有什么 最近我们不要忘记 之前曾经有传言说 台积电会到嘉益县市 来设封测公司 所以就是你这样一讲 当然这个房价会往上推 那我们就讲 除了民雄跟竹崎 太保那些店都在涨之外 嘉益是目前的 这个实价登陆的预售 这个华夏是四字头 那预售在每一年 大概稳定上涨 5到10%左右的状况 甚至你看这几年的 这个中古屋的涨幅 也大概三成 我觉得这个数字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我也算是 嘉益市房价的受惠者之一 但是我必须说 涨得有点 我也觉得有点 比较夸张的一个状况 所以利多加持 结果你看到 不只是新建案涨翻天 预售屋涨翻天 我退一步来讲 我要去买中古屋 年涨三成 一年一年下去 就像你刚才讲的 最后你北漂主 你以为我回中南部 加上去比较好住 你可能都买不起了 对 好 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这几年来说 因为南科的发展 这个非常快速 所以你知道 如果以这几年的这个 包括竹科中科 还有南科来比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到一个状况 南科的房价 五年内涨幅反而最大 五年内涨了67% 那竹科是63% 中科是40% 反而是竹科极派 南科极派竹科 那甚至这几天的时候 谢隆基也出来讲 台南市的嘛 他说台南市的嘛 26年的话涨幅这个房价百分之百 他说他又跪跪几年了 淘汰一定买不起 还说仁德区 仁德区算是这个 这个台南市比较难一点点 他说一半一定比较38万 由北到南 政府你每一句话 请你接地气一点好不好 怎么会买不起房 两个字低薪嘛 对 没想到 攸关劳工权益的劳动部 还是李俊逸 你怎么会讲出年轻人你低薪 是因为你选错职业类别 因为你都窝在服务业 这怪罪我千错万错 都是年轻人的错 所以等于是砍了你两刀嘛 房价 你去买别的地方就好了 另外一个说 你为什么这个买不起房子 因为你工作找错了嘛 我觉得这个听到年轻人的 这个想法里面 很不错耶 对 他想的是你应该 我不是要你跟我讲这个错 你应该想办法帮我解决 那李俊逸就说如果七成年轻人 在服务业工作嘛 如果继续留在服务业 或是往住宿餐饮业 薪资很难提高 他讲的我们也知道 问题是你可以帮我们把整个 服务业餐饮业的薪资往上拉伸 这才是政府该做的事 不是你跟我们讲问题在哪里 那另外一个 他就说我们目前的起薪 大概立委问他 大概2.8万 大学生大概3.1万 可是根据劳动部自己公布的调查 2022年出任人员的薪资平均是3.4万 那我到底要相信次长 还是要相信劳动部公布的资料呢 这很多人就说难怪 我之前看到说什么 出任这个薪资的薪水 我想我怎么那么高 难怪李俊逸是吃了这个 诚实豆沙包包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是 你自己回去看一看 到底这个哪个数字是对的 那我问你 今天你讲说都是因为你们留在服务业 或者住宿餐旅业 那我如果离开这里 我去当工程师 大家都去念电资电机 我就可以拿比较高的薪水了吗 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真的台湾的这个高薪 还是在这个所谓半导体里面 你其他工程师也未必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样 这是一个这个 人家争这个工程师的 那工程师来说 你看他就说工作稳定 周休而日 就还有快乐工作 他想说为什么要出现 所谓快乐工作这几个字 因为呢 他的月薪是2万6千4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2万6千4 所以你知道我们工作的时候 我们还让你 会让你快乐工作 这个怎么快乐得起来 等一下 2万6千4 人家说 你用香蕉的价格 你只能聘得到猴子 对 所以 2万6千4 你这个工程师工作内容 我就非常好奇 你看看 你这边起庆2万8 大家眼泪都要流下来 结果这2万6千4 李俊英有没有看到这一则啊 对 他其实要做什么工作 什么软体设计师工程 这个任体设计师 其实就是 可能就一般公司里面 小公司里面的人员 但是问题是你看 人家网路上就说 蛤 我领这种钱 那还只能快乐工作 怎么快乐得起来 那我宁可去跑Uber 我赚得更多 对 所以具象讲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跑Uber 这其实就是告诉你 年轻人的工作 其实或者说工作 其实不是很好找 好那当然了 我们现在就来讨论 所谓的最低工资 那上最低工资来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法案 就要去未来的 把最低工资能够完全 把它制度化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部门呢 这个最低工资法 是2019年 劳动部就送进去了 可是问题是现在 你看有非常多的法案 在这个地方 但是问题是 现在在行政院中 是这个法案 为什么没有办法制定 是因为行政院 这样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就讲 现在事实上 为什么我们要讲说 最低工资 我们知道蔡英文总统 曾经有说过一句话 她在2017年的12月 她说最低工资3万 是我的梦想数字 那我们要去 这个2021年的10月 劳动部长许明春说 基本工资3万 有一天会到达 问题是蔡英文总统 在明年就要卸任啊 你的3万块 有没有办法达到 大家不知道 说得整天听到 你要什么没拨到 你看今天赤长说 因为你们继续待在服务业 所以薪资难提高 你就把它提高啊 没有想到 这个所谓的 最低工资法案 把3万当地板的法案 对 你一直留在省政院 没出行政院 更不要讲到立法院去审 所以到底谁辜负了年轻人啊 对啊 所以我们这样 这些这样看起来 你就觉得 那不是要帮我们增加 增加这个所得 好像没有办法 好那我们讲 事实上这个国民党立委 他就提起这些数字 因为我们知道 他过去是跟财经相关 他就说你看 然后金长青的这个薪资呢 这几年来 只有成长2144 如果这每一年 还换算资政七年下来 才3006块啦 一年增加306块 然后他就说 所得的20分位数 就把所得分成20等份 对 他说如果要这样比来说的话 最高跟最低这样除下来的话 从原本的104倍 增加到149倍 就是不但所得增加的速度慢 而且贫富差距又拉大 另外一个就是 他一直在想说 我们要降低对中国的需求 对不对 但是没想到 对中国出口的占比 从40%升到42.3% 所以说好像他眼中看出来的数字 是民进党根本没有做到 他当初的一些承诺 那特别是说 为什么今年大家可能闻到薪资 就是听到薪资之后 会特别敏感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一季的这个 受雇薪资的这个年增率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这个 新长性薪资 还有这个所谓实质的总薪资 你看年增率第一季都是负的 也就是说因为都是负的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 我原来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样 因为第一个 我们目前的景气真的是不太好 景气灯号是连续五个蓝灯的一个状况 而且第一季的GDP是3.6 哎 难道之后我们是负的吗 就这样不是 这个日本是 美国是1.6 日本是1.1 中国是4.5 韩国是0.8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 是不是在第一季表现的 特别的不好的一个状况 那甚至连出口也是连续八个衰退 所以我才告诉你嘛 事实上我们知道 嘴巴讲很容易 但是事实上的数字里没有达成 你既然对你的这个 我们民进党竟然对自己的这个 惊傲表现表现得非常好的时候 但是问题是 民众是不是没办法感受得到 好 旺哲 刚刚是从讲到的一句话 也是我们大家最想问的 2024马上要选 民进党你是嫌 年轻票太多吗 我们最care的低薪 我们最care的高房价 你拼命去捅嘛 蜂窝 你在想什么啊 像赖清德面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 八个字形容 先发暴头 牛棚放火 先发投手 赖清德站向投手修之后 可以看到 这一阵子不断的暴头 从房价 甚至从一些空战的影片 一些话题来看 赖清德不是过去的赖神 那牛棚放火怎么讲呢 我们看到这个房价的议题 林又昌 李俊逸 这两天 接连不断的讨论出这些东西 那不会帮赖清德加分 那这些话 虽然是他们讲的 但是会痛在谁上 痛在赖清德身上 不管怎么样 现在民进党的阁源 甚至明代 只要一讲错 不接地气的话 这些罪通通都要算在赖清德头上 先发暴头 牛棚放火 哇 这个太传神了 而且从昨天深夜到今天 一整天 你看到一场突如其来的 雷击加暴雨 加长雨 一下大家 今天一整天新闻你都看到 它会怎么冲击到2024选情 这个场景大家应该不陌生 我们请导播拍近一点 这个是新竹棒球场 大家很熟悉的新竹棒球场 怎么又突然发生事情了 就是这一次 就今天的画面 对 就是刚刚不到24小时前的 一场雷雨 又把新竹棒球场冲回原形了 我们可以看到 残破不堪的一个球场 那这谁盖的 当初就是林志坚盖的 林志坚当时这个不是花了12亿元吗 12亿的球场 你不只草皮没顾好 害球员受伤 原本是打者的天堂变成坟场 现在就连球员的休息室 办公室里面通通积水 12亿的球场 拜托不是几亿而已 是12亿 12亿的球场你盖成这个样子 这个你说了过去吗 在台湾选举最忌讳是得罪什么 族群棒球迷 你今天花了12亿盖的这个球场 得罪棒球迷 你今天赖清德还要不要选 今年这个林志坚他不会选举了 今年谁在选举 赖清德在选举 所以这笔账一定会老老实实地算在赖清德头上 明天520民进党执政满七周年的日子 观众朋友 这七年来你过得好吗 国民党体检民进党七年执政 结果现出了七缺的困境 哪七缺 之前的五缺 缺水缺电缺地缺人才 现在还要缺蛋 也缺药 连人力都缺 常常他们在讲说 劳工是心中最软的那一块 偏偏劳工最痛的低薪 高房价 你拼命地去通马蜂窝 执政七年台湾七缺 蔡总统明天520就是满七周年 然后明年的520再过一年 就有个新的总统上来了 所以看看到底我们台湾要选谁 很简单 蔡总统之所以2016年能够赢 2020年还赢 主要就是台湾人愿意给蔡总统机会 解决台湾的问题 年轻人几乎都把票投给了蔡总统 七成八成 817万票票 但那时候台湾提出的青年的政策 我先跟观众朋友讲 我都想象得到了 比如说青年的贷款 包含整个创业基金 包含我们起薪要到3万 通通都跳票 我们现在的基本工资是26,400 但已经比208块还要多了 那个法序还出不了行政院 每一年每一年要画pala cam 然后有一句话叫做 在伤口撒盐 然后提油去救火 现在民进党的官员就是做这个事情 因为大家对于现在的生活不满意 所以民进党就说 我们要打黑金枪毒 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诈 一大堆的诈骗 年轻人什么东西不满意 居住正义 大家觉得说 没有办法能够买到房子 结果赖清德 副总统兼当主席兼 总统参选人跑去政大说 你们应该有感觉 现在房价正在降 他一边讲正在降 台下的年轻人心中正在火 拳头正在印 你在说什么 讲完之后 林佑昌帮忙 他又去补动 李继一帮忙 也继续补动 观众朋友 现在年轻人最不满意 就是第一个低薪 然后观众朋友讲说 没有啊 我刚刚 维安琴不是也讲了吗 连续七年都有调高基本工资 对啊 调高基本工资 但是我们的那个收入的急剧 已经到149倍了 贫富差距 有钱人他买好几个豪彩 几亿元没有再讲 但是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 还是占大多数嘛 第二个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已经破2.5以上了 大家看到东西都变贵了 牛肉面跟七年前比 有没有涨价 鸡排有没有涨价 鸡蛋有没有比较难买 那所以你跟我讲说 薪水多一点点 可是物价多更多 所以大家不高兴 所以呢 现在看得出来 年轻人不满意 高房价不满意 薪水其实涨得不够多 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刚刚讲的房价 提油救火的第一名 就是这个 劳动部的政务市长 李俊逸 他是国师李鸿启的儿子 他是以前当立委 现在当劳动部市长 他来自于嘉义 他在立法院的国会殿堂 讲出这个话以后 真的年轻人拳头又硬了 他先讲两件事 第一个 你在讲说什么买不起房子 李又昌不是讲说 年轻人没有规划 他已经出来 可能跟他讲说 致意 我不是这个意思以后 没想到李俊逸 哪里痛就往哪里痛 他就讲了一次讲说 我已经五十几岁了 就打不过刚刚看到画面 台北市 你为什么买台北市呢 台北市我也买不起 讲完之后大家跟你讲 你当立委的人 你现在是劳动部市长 你五十几岁了 你都买不起台北市 请问谁买得起 谁让国家搞到 连一个五十几岁 当立委当部长都买不起 那这样说 我们当然更买不起 第二个 你就不要买那里 李又昌讲说 规划不要淡黄区 他扯得更远 来来来 来嘉义 买买买 买豪彩 嘉义房价很好 等一下听完之后 我就有意见了 我在台北上班 我每天来这准备 你叫我去打卡 高铁片你帮忙出吗 你叫大家去住嘉义吗 结果讲完之后 我以为没事了 有 有事 因为我不住嘉义 但很多人住嘉义 嘉义人跳出来 说你以为嘉义就很便宜 嘉义没有很便宜 他说嘉义其实 基本上刚刚我们讲的 你不可能在台北 高雄花莲台都去嘉义 澎湖买不起房子 去嘉义不可能 但是嘉义人却告诉你说 其实嘉义并没有便宜 嘉义这几年 包含了嘉义的科学园区 嘉义的什么 这个故宫南院等等 嘉义的房子都涨了 地坏 民雄 来我先跟大家讲 先讲这个 民雄有一个很知名的鬼屋 民雄鬼屋 民雄鬼屋也有6800万的 连鬼屋你都买不起 基本上不会有人买 但是我也吓一跳 这是鬼故事吗 民雄鬼屋有6800万 第二个 嘉义的50几年老房子 也是一样 50几年真的很秀 基本上应该在台北都要都更了 也要破千万 好那问题来了 一般嘉义 在嘉义大家比较喜欢 不像我们台北可能住 集合住宅大象 都是透天错 那嘉义的透天错 以前大概就一千万上下 可是观众朋友 这几年不是 我看来你吓一跳 都是两千万起跳 如果前面有马路的话 可能到三千多万 那我就问 第一个嘉义的平均的薪资 有台北的工作 他的薪水那么高 比较难 那可是他的房价也没有比较低 所以这个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北漂族 以前阿爸不跟你说 台北要偷贪 我们就回家 家乡也买不起 所以其实你不管是在嘉义的这种 也有公寓式的 那像这种是透天的 都已经到两千万 三千五百万的时候 哪里痛 你就打哪里 嘉义的房子没有比较便宜 你居然跟大家讲到嘉义来买房 李俊逸 你又帮赖清德赶走了不少票 所以是嫌年轻人票太多吗 杨明你怎么看 这是一套组合拳 赖清德先说 你没发现房价正在降吗 林佑昌说 年轻人不是真的买不起房 李俊逸在说 台北买不起来嘉义 我的天啊 三宝 这就是民进党房价三宝 但是老实说 民进党人买房子特别便宜 这是有案例的 陈凯玲 还记得这个陈凯玲吗 他在台南 他现在看守所还在积压 他买房子 他跟建商说 你的总价是两千一百多万 你帮我加四百万 总价变两千五百多万 我跟银行带两千一百八十万 去搬更多钱出来 我投期款不用付 我全部都给银行带 然后呢 多那四百万是建商要给他 他拿了这个四百万 他还可以缴税什么 剩下还有钱可以缴利息 他一毛钱不用花 所以颜色对了 你买房有PayPal 另外在台南 还有一个特别的案例 这一样也是起诉书 就是邱莉莉 这个政府议长会选案里面呢 检方发现 他们跟这个国民党的议员说 要买票的时候 买房子可以打八折 房价降了 在民进党的这个平行宇宙里面 房价是可以便宜 我们买不到 只是因为我们不够争气而已 颜色没有对而已 来 志强怎么看 我跟大家讲 我不赞成那个杨明说是三宝 是三地啊 三地你知道吗 三个进会地凑在一起组合拳 民进党 我今天早上去看那个江启臣 启示民本 居住正义 民众不满意度高达71个百分点 对呀 这些会反映成选票 对那我跟大家讲 民进党就厉害啊 民众越不满意 他又越讲得你满意啊 所以干脆来进会地上升 当初完全没看到 三个进会地 赖清德版这大进会地讲什么 讲说房价正在降 中进会地 林佑昌说 不要怪啊 不要怪 你民签自己不规划 买不起房子不关政府的事啊 第三个小进会地来嘉义嘛 我要跟大家讲 说实在话 民进党现在你看到 我今天早上开那个民调节目 其实不只是讲居住正义 大家不满意 民进党现在内政 摆明就是在做垃圾时间 完全摆烂啦 所有今天九大指标 在这个启示民本民调里面 全部都是将近六七成的不满意度 那原因很简单嘛 一句话讲完 我们蔡英文的名言啊 对李远则讲的 2024以后不关他的事嘛 他现在已经不在乎内政了 不在乎内政结果 那你内政 大家逼着你交付成绩单 你除了进会地上升 你还能做什么事情呢 所以回头讲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还要让民进党 去搞垃圾时间搞下去 再搞八年吗 所以这才是关键 好 玉峰我们看到了 唐奖高房价跟低薪都绑在一起谈 对年轻人来讲 他们看不到未来这个情况 有多严重啊 对 我们简单来讲一下啦 就是林又昌部长讲的说呢 年轻人不是不买房 是没有做好规划 好 你现在有三十年的贷款 四十年的贷款 你要把这个债留子孙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我们台语讲过一句话啦 菜吃都没够了 要怎么打冰啊 你现在连现在的薪水 现在年轻人的低薪 大概有些的正值工作 只剩下两万八 两万九 那你要到三万都很难 你在没有办法存钱的情况之下 你要到哪里去买房子 那刚才伟翰哥讲得很好 你把伟翰哥把嘉义的事情讲完了 我们讲一下 在这个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新竹的房价 我在跑房地产的新闻 新竹房价是从二三四五六七 跑到七字头啊 那你不要说新竹有竹科嘛 那么你在台南的话 台南现在的一些园区 也是要到了五字头 那你成交成交在四字头 你想想看 在过去来说的话 你在台北如果特质没法到 你要回南 回乡下 但是现在恐怕也都没有办法 那对年轻人来讲 这个相对剥夺感最大的就是说 我买不起的话 你现在租金其实也越来越高了 所以呢现在台湾如果再不想办法 也会变成说 买不起也不租不起的一个地域 邀请您一起加入五七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跟下 我去买买了 我去买西八 你把这一堂了 我去买西八 你把这一堂了 我去买西八 你把这个人也带来 我去买西八 亿尸形石乱 跟俊相一起 你过来